承受更尊贵的名字呢? 其实 他不是来到这个世界 他不是来到这个世界之前 承受更尊贵的名字 因为他没有来到这个世界 他的名字已经很尊贵 因为他是跟上帝在一起 圣父圣子圣灵 他已经用他的全能的命令 圣经说他用他的命令呢 托住万有 他也不是来到世界上 他之后才承受这个名字 因为《菲律比书》第2章第6节到第8节 他告诉我们说 他本有神的形象 不以自己以神为同等强度的 反倒虚极 取了弩护的形象 成为人的样子 既有人的样子 就自己卑微、存心、顺服 以至于是写死来神的架上 这里说 他承受的名 比天使的名更尊贵 因为就眼超天使 所有的天使 神从来对那个说 你是我的儿子 我今至生你 又只跟那个说 我要做他的父 他要做我的儿子 关键在这里 耶稣的名字 为什么那么尊贵的关键在这里 我今至生你 这个今至啊 是指哪一天呢? 这个今至是指哪一天呢? 然后我们还没有讲这个问题之前 我们看生啊 在希腊有文叫叫 Genao 一说接生的意思 接生的意思 圣经讲我今至生你 这里指的是今至 是几时呢? 是耶稣几时出生呢? 很多人以为啊 耶稣的出生 不是耶稣诞生在玛丽朝 这个在玛朝里面的 那个当生咯 圣诞节啊 那个时候咯 不是的 神的儿子 当生不是 不是在他去叫 人的样式 因为他和天父很早很早就 过去永恒里面已经有存在了 我今日生你 上帝对着耶稣说 我今日生你 你是我的儿子 我今日生你 不是指着他去 家人的样式那一天 而是 戊活生天的那一天 为什么耶稣要重生呢? 因为耶稣背负全世界所有人的罪 不仅那个 耶稣的那个时代 连来世也担当的 耶稣在两千年前 那个整个时代的人 他担当那个整个时代的人的罪 但是戒上耶稣之后的每一个时代 包括今天 他也担当了我们一切的罪 因为这样所有的罪都在他身上 他就以天父而绝了 他代替了我们属灵的死亡 他的灵下阴间取代了我们该死的位置 大家讲 耶稣代替了你 耶稣代替了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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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恭喜 谢谢大家